嗨,大家好,我是Pen 昨天我在我的Facebook有播出一个新闻 就关于到那个小报说那个恒大 他就在没有支付那个利息 要输他bankrupt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 美国历史以来这个inflation 他那个通货膨胀6% 6点多% 就在想,哎呀,应该是跌了啦 比特币一定是跌了 真的是给我跌 但是我也没有发文啦 因为我希望他跌 我的很多币都是开在那个 因为我很多币都是用那个 机器人啊 好像比如说那些Pionex啊 然后那些合约啊 我都拍到很低啊 然后没有机会动到啊 跌了刚刚好 就是给我在那个Pionex那边哦 给我赚到一笔 小小笔啦 不是很多啊 因为我用少少钱去玩 就是那个Dent 就是Dent D&T 就赚了一个好像是30多块 600块赚这个30多块 我觉得OK啊 因为他直接跌了6个层面 然后所以我就赚钱了 然后我们再看今天的这个行情啊 现在是65000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4小时的 JatA其实他是 现在目前为止是grade low的 这个也就是11月9号的 然后还有这个10号的 他这个10号的没有破这个9月9号的新高啊 如果我们用线图来讲啊 那么我们就是很明显看到 这边就是一个低点 这边就是一个低点 那么这个低点比这个低点更低 他要做一个突破动作 要么就是突破这边 要么就是突破这边 现在目前为止 他还是向下探底啦 OK这个是4小时的Jat 然后如果他向下探底 那么这个62000啊 也是有可能会动到啦 然后这个消息是好还是不好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回调啦 这个inflation也是通货膨胀 还有这个很大 对这个币圈哦 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 他有几个很好的消息 也就是那个Facebook 他就是推出了那个元宇宙的概念 哇全部元宇宙 小小的币全部都爆上几百倍哦 所以这个是第一 他是带动了这个经济 第二就是 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都起了 那么各国的通货膨胀会不会也是起呢 那么这个可能性也是很高 但每个人都知道通货膨胀 不是只是待在这个3%或者是2% 那么很多人就会把钱投资在 比较有价值的东西 也就是比如说这个比特币 我们讲大的 因为比特币跟那个其他币的那个性质 真的是不一样 比特币是数字黄金嘛 所以他们会diversify 会变相的投资别的地方 也就是说 他们有可能不再相信美元 不相信美元 但是相信别的产品 那么他们就会shift这一个 然后加上恒大 这个property的问题 也是房地产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让人意识到 之前2016年到2018年买的人 他们都意识到 其实为什么要买那么贵的屋子 然后在这个MCO 就是每个国家封锁的情况下 每个人都会翻身起来 为什么我需要买一个那么贵的房子的时候 那么property market 就是房地产的这个思维 就会重新洗牌 我个人也是拥有很多房地产 而且也是被这个房地产贷了很多 因为我们都认为房地产是最稳的东西 但是超高的价钱 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买的人 不管是什么国家 多数啊 都是在亏钱的状态 也就是说银行的工系和租金 是完全不能对比的 也就是说你需要 也就是你需要再做工来补贴 然后再安慰自己说 哎呀不用金了 工的是母钱 所以变成这样的思维 但是其实在十多年前不是这样的思维 买物资赚租金是连本带利赚的 不是说我只是供本钱就好 所以这个思维已经是慢慢退化 所以这个是房地产的这个优势和劣势 对我来讲房地产什么时候能买 就是低潮的时候 或者是去买那些拍卖的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个是我相信的 因为我也有 所以拍卖的 你跟银行的那个利息 还有本金的 基本上在那个租金那边的 是可以 cover啊 就是可以盖过 刚刚好 赚多一点点 因为你还有很多那些管理费啊 服务费啊 然后还有门牌税啊 很多这样的税啊 所以下架起来 你是有可能赚一点点而已 因为通常在拍卖市场 能拿到都是 二十八千 然后真的是很好啊 有可能是三十多八千 四十八千 但是这个机会是比较少啊 如果是三十八千的话 当然也是有可能是七十八千 OK言归正传啊 如果你喜欢听我讲这些废话的话 那么你在下面留言啊 问我关于这个房地产的看法 股票看法 我也是有很多看法 我也是想要sharing的 OK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比特币真的是慢慢探底哦 我刚刚我讲了它就慢慢下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区域啊 就是六四八左右 这边的区域是弱的那个支撑 所以我个人认为 我比较倾向是这个 零点三八二的这个区域啦 我们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是属于上升趋势啦 OK 它也没有跌回来 大概这个三十八千左右 就是五十八千 个人认为 如果真的是跌到最低啦 这个是零点三八二 基本上我个人认为 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这个是 我们每次做trading哦 我们如果看图位 0.618哦 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数目值 在Eleve Wave里面这个 12345ABC哦 他们都是会看这个 0.5 0.618 还有这个0.3 在不同的Wave 它都是有不同的这个数目的 OK 所以通常如果没有犯错话 如果你懒惰的话 我们就直接看这个0.382 或者是0.618 我们看这边的 通常我们都是这样玩啦 如果我们想要排单的话 当然我们可以动到这个626以下 我们就可以直接排单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区域 如果今天大暴跌 最多就是下到四十八千 所以如果你是开那个马丁的话 你的那个倍数啊 是可以达到这个点啊 五亿的话 恭喜你 那么你一定是可以赚钱的 因为如果是今天暴跌五十亿啊 哇 一定是会反弹到很美很美 基本上是有一点难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区域是非常非常美的 OK 我们再看回来这个Candle 如果我们再拉回来更远的话 那么这个0.618这个区域也是一样 就是在五十三千左右 所以就是刚才我们的那个数据差不多类似啦 所以这一个点是我们说最后的关卡啦 比较强的关卡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支撑阻力 支撑阻力也是在这里 这一边啊 这个区域啊 OK 所以是比较强的 所以现在我们在什么区域 在这个黄色区域啊 如果我们再看这个weekly啊 因为这个基本上是用weekly的 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在这个黄色区域 所以这个黄色区域这个阻力啊 是比较强 这个一旦突破这个黄色区域啊 可以看到四十八可以到六十五 那么如果这个黄色区域突破的话 有可能是动到这个红线的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 所以比特币我觉得 如果你们真是排单 你们可以在这个六十二千的以下 的时候你们慢慢布局会比较好 但是你问我要开空单吗 这个我真的是不敢哦 我甘愿去玩多单哦 然后记得 现在bit.com有做优惠 你们register了 做kyc哦 然后过后的时候 你就可以领到价值十三块的这个优惠了 然后如果你入金一百块 还可以得到这个二十块的这个bonus啊 然后我们进行我们话题 现在有很多平台啊 我都是有介绍你们比如说那些metricsport啊 bybit啊 bitcoin啊 你们都去注册就对了 你们喜欢玩合约就去注册这个三个 每一个都是有每一个的好处 注册完了再讲 OK 我们再看这个ethereum啊 OK ethereum就是一直破新高啊 但是它这个新高啊 其实是有一点点我们讲恐怖 ethereum啊 它的这个力道啊 跟这个这边的力道有一点不一样啊 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比较倾斜四十五 这个有可能是倾斜一个六十度 这样的情形啊 其实我不真喜欢 我比较喜欢它们就是这种 比较弯上去exponential啊 我们叫exponential会比较好 这一种呢 有一点恐怖 风险有可能会高一点 如果好像这个 你一点点没有 你做空你就完了 所以这边我们要小心一点 如果我们要玩了 我们就要等这样的 就是它跌破反弹回来 在这边做空会比较安全 你不要等到跌破直接做空啊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然后这边一跌破 你又拉起来啊 那么那么你有可能会爆仓啊 为什么会 30和36啊 已经差不多接近20%了 所以20%的话 如果你开杠杠五倍的话 有可能会真的是烧掉 最重要是你要知道 你的这个属性是什么 这个LTC啊 之前就是讲过 五月过后可以飞啊 但是狠狠的大脸都没有飞到 但是这几天啊 它真的是突然间爆胀 和这个区域是差不多一样 这个区域我们可以看到 好像一个山啊 就是头肩顶啊 但是因为头肩顶的这个区域 它做不到 它在这边的这个支撑位置 变成一个很好的支撑位置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HIGHER LOW 就是高的低 那么基本上 就是代表它是上升趋势 如果当然 如果它又在做回这个PATON啊 这个图形的话 那么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害怕啦 那么如果 如果它突然间跌啦 我该是会跌到这个 区域啦 185左右啦 如果它又在跌 做根这一个图形的话 OK然后今天我们再看这个 图啊 就是BALANCE啊 我会给它一个80分以上啦 OK 这个BALANCE BALANCE现在是24.78分 在这个BALANCE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一直建立这个HIGHER LOW啊 就是高的低点 目前为止看上去是一个好的趋势 虽然这边是做头肩顶啊 但是它还有一关就是它要突破这里 我们才可以看到一个好日子过 OK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非常好的这个W 这边是很多这个谷底 但是每一个谷底都是越来越高 这一个低也没有比这个之前的低 所以我觉得现在进场也是不错 我们看回去这个Coingeco BALANCE它有MAXIMAL SUPPLY是一个亿 然后TOTAL SUPPLY有45 然后还有流通量的是有10 OK 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WASHLIST这边有25000个人LIKE 它是排名在这个Coingeco是289名 所以是好机会啊 然后我们再看它在这个CoinMarket Gap CoinMarket Gap是354名 然后这个WASHLIST在这个CoinMarket Gap 是比较高55000 看来Coingeco是25000 相差一半 然后我们再看LIST高和低 然后最高74块 最低6块钱 所以compare跟现在的价钱 就起了一个276% 2.7倍左右啦 然后最高是74块已经跌了66%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DEAL 就是很好的交易啦 OK在什么地方有得买 几乎整百个交易收入 应该是超过整百个 非常多啦 所以基本上那里都有 就是Binance啊 Gate啊 Hit啊 然后这个Crypto.com啊 Coinbase啊 Wu啊 全部都有 所以它是一个 快有名的币 只是它在后面一点 然后在这个Twitter 它有多少个Followers 它有107个Followers啊 哇 非常不错啊 OK我们再看Balancer质量 Balancer质量 它是越来越高哦 但是价钱没有起哦 所以代表是 不错的事情 所以代表说 它有可能会暴胀啊 这个Balancer 然后Balancer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 Automate的Market Maker啊 就是AMM啊 跟那个UniSwap 类似 但是 它是以 Balancing 它的那个所有的币在里面啊 做一个 平衡点啊 啊 这样讲比较简单啊 OK 如果你们真的是要了解的话 你们去它 掰皮疏 然后翻译成华语就可以了 OK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APR 年利率啊 你如果放这个StableC 就是DAI啊 USDC USDT的话 那么你可以得到这个14% 现在这个总的 词有 1个亿左右 1.57亿啊 这个是for stablecoin啊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它在这个Liquidity pool啊 年利率最高的是什么 23% 是这个WETH和DAI一起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Balancing啊 就是60 40 80 20 啊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个AMM的机制啦 OK 我们可以看这个AMM里面是怎样 就是跟那个UNISOP 类似哦 所以 这个我觉得 质押量那么高 也就代表说 换钱的人也是相对多 为什么 因为你把钱 放进去了 你一定会拿去做转换的 啊 赚到的东西 赚到的Balancer 赚到这个ETH 什么全部你都会去转换 你想要转换的 是一个币的 然后这个Balancer 目前为止 它有支持ETH的线 Polygon的线 还有Arbitrum的线 就是MarketCap Balancer 是0.07 如果它只是 起多一倍 0.17 那么如果我们以 Fibonacci来看的话 那么它可以去到多少 大概是115块 这个Balancer 你们可以慢慢研究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影片 就分享 按赞和 subscribe我的频道 下次见 拜拜